啊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现在我在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在河口现在也待了快一个礼拜了吧 带了好多钱了然后河口这边的这个天气很热啊天气非常热 嗯好多网友都给我发私信说让我不要跟小卫一起合作拍时间了 嗯最近我这几天我每天都收到很多这个私信啊嗯大部分都是小卫的黑粉啊反正他们都 天天给我发发私信发信息评论区评论说让我不要和小卫合作了嗯说合作的话 嗯反正就是他们嗯各种各样的骂反正就是一不好的一些一些评论 嗯一些私信还有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嗯我很煩躁很脱动 啊我真的很脱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这两千我天天都收到很多这个网友发的信息他们不让我和小卫合作拍视频 嗯嗯说我要是继续合作的话他们又什么让我直播不了啊 嗯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就是 最近这几天我都没怎么直播啊 嗯 嗯算了我不说了我赶紧说的多的不好 嗯 算了我现在想一下 嗯 就暂时先不跟小卫合作拍视频了 把我自己一个人拍自己的小卫也一个人拍小卫的 嗯 嗯嗯就不合作了嗯终止合作的也不一起直播了啊 嗯本来我是想去越南的但是我感觉去越南的话好像也不行 我觉得越南现在消费越来越够了嗯 嗯去越南的话找老婆应该不好找基本上可能是找不到 所以我有点不想去越南了现在天气这么热 东南亚天气这么热 嗯 到了越南我估计更热更热的受不了 嗯 所以我 我有点不想去越南了我感觉去了越南以后找老婆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而且越南现在经济发展的也也好了 嗯这个消费水平也高了 昨天我亲一个哥们他从越南回来他是越南现在住个单价得100块钱左右 嗯吃饭也也十几块吧反正就是 最多是吃饭出售现在跟河口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了啊 跟国内的消费差不多 我感觉去了越南以后 嗯这么高的消费找对象可能是有点难 嗯而且前期又这么热啊 所以我一直不想去越南了我想了不行的话后面的我就去尼泊尔了 先到尼泊尔去尼泊尔夏天的话 嗯没那么热啊 这个尼泊尔比较穷一点经济比较落后一点 我觉得去尼泊尔的话应该会好早一点吧 而且尼泊尔的消费也比较低 周宿也便宜 我去了越南以后我感觉我这个经济有点自封不住 嗯 没现在收入都不够开销 所以我就想着不去越南了 到尼泊尔去到了尼泊尔以后 这个一个是前期没这么热 二个就是消费比较低 经济压力没那么没 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每天住宿几十块钱可以 吃饭的话也是几十块钱 到时候我在那边长期的待待下去 我感觉在尼泊尔的话应该能找到老婆 因为尼泊尔经济比较穷一点 嗯 越南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 而且签证时间也比较短 签证费也比较贵 我觉得去了可能也是白跑 嗯应该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有点不想到越南去了 嗯 再过几天我打算从昆明坐飞机 然后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大馒头 嗯 去尼泊尔的话就是 机票费能贵一点 大概得一千多的这个机票费 嗯 哎呀河口太热了 走了一会我满头大汗 哎 真的太热了 小魏他过几天又可能去越南了 越南的话我就不去了 我在河口再待上几天 我就准备坐车去昆明了 坐昆明以后然后坐飞机到泥巴去 现在我这个直播也不行 也没什么收入 视频也不行直播也不行 这一线感觉好难真的特别难 嗯 每天的收入非常少 每天的收入都不够开销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我不想去越南的一个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嗯 我现在想的是去越穷的国家越好 嗯消费越低的国家越好 所以我现在就选择了尼泊尔还有巴基斯坦 先到尼泊尔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 还想去巴基斯坦看看 嗯 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 嗯 老沃的话我估计我暂时应该不会去 但以后的话应该还会去看看 在河口待了差不多快一个礼拜了啊 也有点不想待了 太热了 在这边找对象的话希望也不是很大 越南女孩子现在要求度比较高 你给她见个面吃个饭 消费太大了一会花几百块 感觉谈恋的话希望也不是很大 嗯 所以我 打算现在去尼泊尔了 我看现在去尼泊尔遭老婆的人也很多 目前来看啊 去老沃遭老婆的人最多 下来可能就是尼泊尔吧 尼泊尔现在 也有很多遭老婆的 还有一些拍视频的主播 所以我现在是 打算到尼泊尔去了 嗯 小魏他这两天又可能到越南了 我就暂时不想跟他合作了 因为合作的话 这是黑粉太多了 在街头的太多了 本来我的黑粉的多 他的黑粉也更多 这样弄在一起 我感觉都没法拍视频了 都没法做这个直播了 这么一起没法做 在街头的太多了 嗯 没钱发私信的 嗯 劝我不要和小魏一起拍视频的 骂我不要和小魏拍视频的 太多了 弄得我心理压力很大 心理压力他真的特别大 所以我说暂时就不合作了 不拍了 嗯 各个这个拍个子的吧 嗯 我现在去吃个饭 找个地方先吃完面 然后再回房间休息啊 我心里乱得好 心里真的乱得好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嗯 现在三十多岁了 感觉找个老婆好难 真的找个老婆太难了 嗯 我现在也非常着急啊 年龄一千比一千大了 我也很着急 我想赶紧找一个 找个老婆 然后结婚生子 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冤枉 嗯 这边就是越南老街啊 越南老街上 嗯 河口现在很热 老街也很热 再往河内的话就更热了 啊 嗯 嗯 最近这两天 还有好多在尼泊尔的粉丝啊 在尼泊尔的一些博主 嗯 他们也跟我聊了 聊了很多 所以尼泊尔的话现在 嗯 经济还比较落后 去的话应该还比较好早 应该会比越南好早一点 嗯 所以我现在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去尼泊尔的话 应该更适合我 老沃的哈 其实经济也比较落后 但是老沃去的人太多了 嗯 所以我不想去的 越南的话 经济发展快消费太高 感觉去了以后 嗯 经济压力跟不上啊 一线的输入 嗯 太少 所以我这不想去越南了 我现在每线才挣几十块钱 我现在准备去吃碗面 吃碗面以后我就回房间了 我今天换了一个酒店 昨天那个酒店我不住了 因为昨天那个酒店它下雨露水了 昨晚下雨露的地上都是水 然后我今天换了一个酒店也是五十块钱 昨天那个也是五十块钱 我发现我拍视频拍了这么多年 我这个口才一直都没长进 一点点都没长进 还是讲的不好 人家都是拍视频拍的时间长的 越讲越好 口才越讲越流利 我这个口才是 一直在这长进都没有的 也是不多的太厉害 而且又又啰嗦 讲话讲半天讲不出中心思想 讲不明白 逻辑思维比较混乱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做自媒体做不起来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就是我的口才太差了 我现在吃完饭准备回房间了啊 我得回去以后好好想想想想想去尼泊以后的这个规划还打算 就是这样子吃了 就能说也是能帮家去吃了 但是多久 可能要不 NF zurN 它尼泊以谎工程序 要2104 多3 5 多3 6 多7 多7 5 我们来吃了 太热了 今天我换了一个房间 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 换了这个房间 这房间也是50块 帮我关一下 哇 这边怎么 还有个洞 从这儿拉上 空调打开 好 大家好 刚刚吃完饭回来 吃了一碗酒饭的面 大碗的 吃的很饱 换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漏起来 所以没法住了 就换了这个房间 换了这个房间 然后也是一个空调的 也是两个床 价格也是50块 还可以 大家看一下 有卫生间 有空调 有个电视 占有铜汤的水 卫生间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看看 好 谢谢大家看看